女人正在陪女儿睡觉 老爷却迫不及待要与她同房 她粗暴地叫醒妻子 老爷 这可不信我女儿在呢 让她走 要不就让她看着 不顾女人满脸惊慌 说着老爷就开始给自己一件件宽衣 见老爷来真的 母亲只能让安美去门外等着自己 磕整整一夜 老爷都没有打算放过女人 直到第二天天亮 老爷才恋恋不舍地扭托离开 这时的阿云 才有时间去看看门外的女儿 看着眼前狼狈不堪的母亲 安美丝毫没有难过 心中甚至生畜阵阵得意 爷爷奶奶多年来的教导 也让安美对于这个陌生的母亲 忍不住生畜无数位移 从她及时起 母亲就是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寒大 甚至于就连外祖母 都对母亲厌恶至极 父母守洁 快让你妈妈一起的小老婆 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女儿 安美跟上你 就我跟你一样 不要一个人不信有钱 就能买回你的脸 你放分土为干 你就做了别人的义 老婆 家人丝毫不留情面的话 象征一般狠狠地扎向阿云的心 可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父母为了挽留家族的颜面 甚至直接就将阿云赶出了家门 看着父母决绝的模样 阿云崩溃不已 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一切 阿云更不知道 如果真的将这背后的真相说出来 今后他又要如何独自一人去面对 而经此一事 阿云不仅被父母赶出了家门 甚至就连家中的族谱 都删除了有关他的一切 在那个乱世阿云一个弱女子根本就活不下去 百般无奈之下 他只好委曲求全嫁到吴家做四太太 虽然身份很实不光彩 但好在也算能顺利地活了下去 可没过多久 阿云就得知母亲突然病重 得知消息后 阿云更是马不停提前去探望 可刚到门口 就被哥哥和嫂子拦住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 阿云当年的伤风败俗之举 说什么都不肯放她进去 就这样 阿云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每当想起这件事 阿云都会痛苦不已 尤其是一想到 母亲临死之际还在憎恨自己 阿云都崩溃不一 为了不让安美也不自己的后尘 更是为了不让自己留有遗憾 阿云不顾众人的反对 还是将安美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来到目的地后 安美这才知道 母亲竟然做了吴家的四姨太 看着母亲乐于封城的母娘 安美心中更是止不住的厌慕 自此之后 她心中的怨气也愈发浓烈 为了报复母亲 安美想尽一切办法给阿云添堵 得知母亲最讨厌吴家二太太后 安美更是常常去找女人请安 时间一长 两人更是成了忘年之交 二太太也投其所好地 送给安美一条珍珠项链 单纯的安美 根本看不出来二太太的真实想法 很快便被女人的手段给拉拢 可此时的阿云瞬间意识到了不对 安美 把珠子给妈妈 我知道你不愿意 一向好脾气的阿云 却因为二太太的一条项链 和安美生了一场大气 而经此一事 阿云竟也突然病倒了 这场病来得极其猛烈 莫过半个月 阿云竟到闯不起了 名流之际 她特意找来安美想看女儿最后一眼 阿云也将真相告诉了安美 原来 当初阿云之所以投靠吴家 是因为在二太太的诱骗下 怀上了吴老爷的孩子 不仅如此 生下儿子之后 二太太还用起将孩子给抱走了 经此一事 阿云的身体也一落千丈 如今在看到女儿也和二太太 越走越近 阿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一气之下 更是直接到床不起 此时的安美 也终于意识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可也为时已晚 新婚夜 新娘难为情地解开上衣躺在床上 可她的小丈夫却吓得五嘴痛哭 十三岁的她根本不懂男女之事 可封建思想下的男尊女卑 却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是丈夫 是当家的一切由我说了算 你可以在地上睡 看着丈夫之高激扬的模样 灵多心中充满不悦 可身为被男人家里买来的童养戏 她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 为了能在这个家中活下去 灵多只能默默忍受丈夫的一切怨气 好不容易安抚好丈夫 隔天一早 她又要站在婆婆面前侍奉 尽管灵多已尽尽可能地毕恭毕敬 然而婆婆依旧对她没个好脸色 不仅如此 平日里 只要灵多稍稍出点的差错 就会迎来婆婆的一记耳光 虽然身为院里的少奶奶 可却还没有家中下人过的光彩 而之所以婆婆会如此对待 说到底也不过是因为 灵多嫁过来多日 可肚子却依旧没个想动 但这说到底问题也不是出在她身上 尽管灵多心中委屈不已 可婆婆却不以为一 坚定将问题全部推在灵多的身上 更是将自己抱不到孙子的怨气 全部撒到灵多的身上 平日里更是没少白了脸色 为了能安安稳稳地在这个大院里活下去 百般无奈之下 灵多只好再次向丈夫示好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见此轻心恐慌不已 当即就向婆婆提出了分房别住 经此一事 灵多怀个孩子的冤枉也彻底没了可能 可一旁的婆婆 在得知这件事后瞬间怒不可恶 直接下令将灵多锁在了屋子里 不仅如此 甚至就连饭也不肯让她吃 灵多本以为这只是婆婆的计划 可一连多日过去 婆婆的态度依旧坚定 此时的灵多也终于意识到 如果想要活下去 她就只能靠自己 好巧不巧 就在此时 她突然发现家中女佣的秘密 这天灵多透过门风 看到家中的女佣和下人正在争吵 其中聊天内容无非就是 女人怀了孩子 可男人却不打算认账 看似清新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灵多的脑海中产生 她将自己弄成疯疯癫癫的样子 再跑到祠堂里大吼大叫 我看到我们的老祖宗了 他们很生气 老祖宗说 如果我们这段婚姻继续下去的话 天灵就一定活不成了 家伙说八道 什么噩梦不噩梦的 蠢丫头 眼看婆婆不相信 无奈之下 灵多只好编起了谎 还说老祖宗给她留下了三个不祥征兆 一是丈夫背后的智慧害死她 二是自己的牙齿会慢慢地掉光 三是老祖宗说在女佣的肚子里 种下了丈夫的孩子 一听这话 婆婆赶忙将女佣带了上来 一检查这才知道女人确实怀孕了 女佣甚至如果将真相说出来 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还不如直接将真相吞入腹中当个阔太太 一阵权衡利弊之后 女佣还是认下了灵多的说辞 眼看婆婆的心思有了动摇 健壮 灵多敢忙趁热搭铁忽悠 甚至不惜以自己命中待客 会影响家族的前途为由 灵多信誓旦旦地说辞 再加上封建迷信的思想 婆婆当即就对灵多的话深信不疑 而经此一事 灵多也终于重获自由 四老头粗暴叫醒熟睡中的妻子 迫不及待就要同房 老爷 这可不信我女儿在呢 让她走 要不就让她看着 话音未落 老爷一把将床上的被子掀开 见状 女人只能将女儿赶出门外 撕起彼伏的碰撞声 不断传入女儿儿中 就这样盈盈在门外停了整整一夜 直到天亮 母亲才会身疲惫走出门去 而母亲的言传深叫让盈盈认为 只有讨的男人的唤星 才能体面地生存下去 所以就算是丈夫在自己儿子的满月宴上 当众和舞女暧昧 盈盈都不敢有丝毫的怨言 可这还没完 自此之后 男人也愈发地张狂 直接将妓女给带回家中过夜 冷言嘲讽 更让盈盈痛苦不已 她是谁 这个人 和你 刺进了盈盈的心 她竟想以死来挽回男人 也没想到 她的举动 丈夫丝毫 把这些收拾掉 你听见了吗 男人的画像一盆冷水 瞬间将盈盈心中 那仅存的一丝幻想彻底浇灭 曾经温柔体贴的丈夫 在这一刻 也彻底地消失不见 在男人长期的疯狂折磨下 盈盈的精神也变得日渐恍惚 而这样的精神状态 也让盈盈住下了大错 这天 她给年幼的儿子洗澡 松开了手 等盈盈反应过来时 儿子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一刻 盈盈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荒唐之举 可也已经为时已晚 自此之后 盈盈更是终日生活在悔恨之中 成了真正的形式走肉 不幸中的万幸 多年后 盈盈移民到美国后 遇到一个极其贴心的美国男人 而她也顺利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眼看日子终于好了起来 可就在此时 现任丈夫却突然意外离世 这一刻 盈盈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光亮 再加上 曾经的痛苦往事也始终牵绊着她 可好在女儿娜娜 依旧不离不起陪伴在身边 一步步开导着她 为了能让盈盈早日 从过往的伤害中走出来 娜娜更是努力上进 只希望能获得母亲的夸奖 让盈盈能够开心一些 而在娜娜的细心照顾下 盈盈的精神也有了好转 她第一次主动走出家门 来到女儿的家中参观 可刚进屋没多久 盈盈就注意到了 冰箱上的一落落账单 这一看 她也意外发现了女儿的秘密 原来 自从娜娜结婚之后 丈夫便提出两人婚后要AA制 不仅如此 平日里男人更是将抠门贯彻到底 每次两人一起出门吃饭 她都要比娜娜多点一些 生怕再平摊费用时吃一点亏 得知此时候的盈盈 一瞬间有些恍惚 看着痛苦的女儿 盈盈一时间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你知你什么想 我意思是从他 尊重 尊重 很明显 这一切男人都给不了他 盈盈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女儿 告别错误的人从来都不可惜 母亲的话 也让娜娜瞬间茅塞顿开 她下定决心 向自己错误的曾经说再见 去迎接全新的生活 或许只有彻底告别曾经 才是真正的开始 无论 zich 年之后 不仅